兵州政府在周选逼近之际 传出了倒槽行动遗云 兵州首长曹关友亲口证实 党内没有任何行动企图将他拉下马 他表明党务之急是盟党万众一心 备战周选迎击国盟的律朝取得大胜 同一时间被传闻指要重当 兵州首长的阿易不爹周议员林冠英 则是劝切党同僚 不要公开评论周选的职位和候选人 免得被证离操纵言论 他还不点名指 火箭里里外外 有人在处心积虑 企图煽动和分裂政党 兵州政府的倒槽一云 随着十名兵州后座议员辟谣 还有相关网媒撤除报道 并在网上道歉而开始降温 眼看同僚第一时间驳斥谣言 确认党内无人谋测行动 阻止自己继续担任首长 党事人曹关友 今天在活动上受访时 坦言自己松了一口气 并表示感恩 接下来 他希望团结政府的伙伴 上下一心 迎击来势汹汹的律潮 别制作让选民担忧 影响支持度的课题 Pada masa kini 在联署否认罢免曹关友前 被指准备重当兵州首长的 阿易布爹州议员林冠英 今天发文告呼吁党同僚 特别是人民代议事 不要公开评论来临州选的职位和候选人 最终决定应该由党做主 林冠英声称 行动党里里外外 有人企图共谋扰乱并破坏火箭 他借着网媒当今大马的罢免报道 告诫其他人 这是一个警钟 政敌为了破坏州选的胜算 处心积虑企图煽动和分裂党 而林冠英等人 只能推测报道背后的政治动机 以及策划这次阴谋的人 党全国领袖也拒绝服从有关意见 为了防止政敌在选战前操纵言论 林冠英提醒其他人 应该把公开声明 全交由秘书长陆正福 和其他党最高领袖来发言 至于拒绝听从意见的人 党会在适当的时候 采取相应行动